二月二龙抬头 不光要捏龙耳 老百姓家里的吃食 那得跟龙靠上边 烙饼春饼 改名叫了龙林 米饭叫龙米 馄饨叫龙眼 整个一个全龙眼 刚才咱们说了 二月二接宝贝 按照老理 这嫁出去的姑娘 除了初二回娘家之外 整个正月里 都要在婆家忙活 而到了二月二这天 可算是回娘家了 当妈的心疼闺女 怕在婆家受气 尤其要做点好吃的 现如今 早就没有了那些死规矩 儿女会经常回来看看 但二月二这天 这当妈的依然遵循着老理 给女儿做上一顿好饭